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这个长得这么丑 跟那个家伙还真像 一个丑玩玩 也知道你一个少夫人 如此高兴啊 宋公子 愿赌服输 我们什么时候回府啊 愿赌服输 本公子什么时候输过啊 堂堂世家之子 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今日游玩虽颇有趣 但远没有尽兴 怎么好放少夫人回去呢 你干什么 放手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你坐好 到了你就知道了 放开我 坐好 放手 放手 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你要回去吧 来 马车怎么走了 放开我 放开我 松手 我不过是想看看 云瑶的山水风景 少夫人 头皮紧张 谁要跟你看风景啊 你看 马车已经走了 山中有恶狼 难道少夫人要独自走二十里地回李府吗 还是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 安心待在此处 陪我赏赏 这云瑶的山水风景 你看 多有什么用 我若是起心 你一个弱女子 如何抵挡得住我 谁躲了 你带我来这儿 究竟有何居心 荒郊野地 孤男寡女 能有何居心呢 你 你别过来啊 小心 我跟你拼命 放心 我对孕妇不感兴趣 你只需 陪我乖乖地待在此处一整晚 明日你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回李府 不过到时候大家能不能相信 你我待上一整晚什么都没发生 那就不值得忘了 你这个人心肠怎么这么歹毒 你这般抹黑我究竟是为何 你只需知道 现在下不得山 只能同我待在此处就足够了 不过既然已经到了这里 少夫人 你也可以考虑从了我跟我回京师 你这样就能平步青龙 荣华富贵 享之不尽 做你的春秋大梦 我宁愿走上二十里地回家 也不会让你得逞的 放开我 少夫人 放开我 少夫人 性命要紧 你还是安心待在此处 陪我赏风景吧 好 只要你肯放开我 我就留下来 说不定 还能从了你 我倒是想从了宋公子 只是宋公子比不上我夫君 叫我在这里从得心不甘 情不悦 我还有比不上他的地方 宋公子处处都比我夫君强 唯独有一件事比不上他 这个呢 要从我和夫君如何好上说起 少夫人 你现在是要跟我讲故事吗 不 我这儿呢 有一样东西 是我阿娘给我的传家宝贝 没有他 就没有我雄心弱的今天 若是宋公子想比得过我夫君 就要受得住他 你这是想使渣 怎么可能 我一个弱女子 怎么能打得过你呢 这什么东西 你给我下药 下的又怎么样 看来你这药不管用啊 别叫宋志了 叫宋忠吧你 我 受死 你看看 你去哪儿了 你 � Poke 紫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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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 所知道 却不离开那个破洞了 这要走到什么时候啊 完了吗 怎么会真的要被狼吃了吧 阿娘 我该怎么办 我知道你在哪儿 这一次 我离你都救不了我们吧 我该怎么办 西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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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 我刚刚差点被狼吃了 你怎么不早来啊 羽狼真的好可怕啊 好了好了 不哭了啊 我哭我的关系什么事 这不是你没有狼狼 我才不是因为狼狼 那是意为什么呀 说吧 是意为什么 我以后再也不想跟你分开了 这船怎么这么浪 马夫收了宋志的钱 怕惹麻烦将我送上山 就麻麻疊地跑了 眼下只有这条水路可以回家 不过 我倒希望这船可以划得再慢一点 再好人越能不要靠岸 你怎么不划了 再待一会儿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 是送给你的 这也太丑了吧 你不觉得跟你长得还有点像吗 那啊 我真的呀 你不认为你 你不认为你 咱们 你不认为你 咱们 我生意的 这是一点吗 好吧 你一点再多一点 再等一会儿 我是 真的很喜欢你 几朵欢笑几朵情 借应你而起 越靠近 越无法抽离 想要偷窃你的心 却丢失自己 金色年华和新书给你 几朵欢笑几朵情 借应你而起 越靠近 几朵 谢谢大家